台中市政府近年积极推动 在雾峰光复兴村成立国际非政府组织中心 也就是INGO 而就连目前正在亚洲寻找新据点的 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 也已经与市府接洽 正在进行评估当中 市长林佳龙表示 目前已有101个NGO团体 对于进驻台中有着高度兴趣 那外界所关心的 几个比较大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我们也都有接洽 包括联合国非政府组织 和公共资讯部门的 执委会的主席 他也来过台中 我们也谈过未来 可以合作一些会议 还有人才的培育 另外非常多像妇女 人权方面 还有像一些灾害防救的国际合作 雾峰光复新村占地将近20公顷 目前市府规划建置INGO 当中包括办公 会议 住宅和活动区 并编列10亿元 打造非政府组织空间 与聚工培育大楼 更能将周遭清创中心 审自议会就职 与地震园区等单位 进行资源整合 这是INGO的中心 我们是先选择了在雾峰的光复新村 过去省谱员工的宿舍来进行诊鉴 除了能够保留这个好的历史景观以外 也可以活化利用 主要的领域 我们包括五大部分 包括民主人权 环境生态的保护 以及灾害防救 还有关于医疗卫生 跟这个社会福利相关的事项 林市长指出 考量亚洲环境变迁 台湾是NGO进驻的最佳首选 这项计划也深获蔡总统大力支持 并指示行政院列为国家级计划 判见有建立国内外NGO团体平台 让台湾走向国际 谢谢林轩 台宋特报道